多肉植物紫乐墙剥草前与剥草后 你能想象出什么样的画面吗 我曾经也是一个不懂得爱惜植物的人 总是觉得多肉植物很好养 只要浇水就行了 可是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拔草 我以为多肉植物不怕杂草 反而可以增加一些野趣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紫乐墙变得暗淡无光 叶子也开始枯萎 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我赶紧去网上搜索如何拔草 发现原来拔草是多肉植物养护的必备步骤之一 杂草会抢夺多肉植物的水分和养分 还会影响通风和排水 导致多肉植物生长不良甚至腐烂 我心里一惊 立刻拿出剪刀和镍子 开始对我的紫乐墙进行剥草 我小心翼翼地剪掉了所有的杂草 还清理了土壤表面的杂物 我发现我的紫乐墙原来有这么多的叶子 只是被杂草遮盖了 我轻轻地抚摸着它们 感觉到它们的柔软和韧性 拔草后的紫乐墙 就像换了一副新面孔 它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 叶子也变得更加饱满 我感觉到它对我的感激和信任 也对自己的无知和疏忽感到惭愧 从那以后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的紫乐墙拔草 让它保持最佳的状态 我也开始对其他的多肉植物进行拔草 让我的阳台变成了一个多肉植物的天堂 如果你也有养多肉植物的爱好 千万不要忽视剥草这个细节 你会发现 拔草不仅能让你的多肉植物更加健康和美丽 还能让你和它们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 你会感受到它们的生命力和温暖 也会更加珍惜和爱护它们